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是历位记的导论 今天是第一课就是历位记导论 我们只是从历位记选几个特别的题目来看 我们没有一张一张的去查这个历位记 只是先看整个导论 就是把整本历位记大概的内容我们讲一遍 然后我们再从里面看历位记里面所写的一些宪计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课就先看整本历位记的导论 你们都知道这个历位记是摩西所写的 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在西乃山旷野 上帝就让他到西乃山上 领受了话语 然后摩西就把所领受的话语记录下来 这个就是摩西写历位记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看到 这个历位记呢 记载了很多跟神跟以色列人的立约和教导 神要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 然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 要以色列人做圣洁的子民 所以在这里呢 神就透过这些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在生活上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这个就是历位记所要教导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历位记的名称 历位记的名称呢 我们知道是 叫做 英文是叫Leviticus Leviticus Leviticus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一本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律法 或者这些教导 特别是为了立位人所写的 是属于立位人的 特别是记录了属于立位支派 祭司长的职务 就是这个祭司长应该要怎样跟神沟通 然后祭司长要怎样去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神 一个祭司长要怎样洁净自己 并且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 并且为他们祷告 而且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献祭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立位祭 Leviticus主要就是写给立位族 还有立位人的族长 这祭司长的一个特别的一些质物 然后第二方面我们就看到 立位祭这一个字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白科拉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希伯来语元门的第一个单词 意思就是神呼召了 神呼召了 立位祭一开始就记录上帝呼召摩西 要在这个会幕里面上帝呼召摩西 要摩西把神跟他讲的话记录下来 所以这一个就是立位祭 我们再看下去 这立位祭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整本立位祭最主要的这个题目是什么 立位祭的主题就是 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 它主要的记载就是 就是神直接告诉人 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 过圣洁的生活 就是这些祭司 这些立位人 这些以色列人 怎么样在上帝面前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 就是祭司和祭物内容的内容 然后第八到第十章 就是记载这个祭司长的职位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随职性的圣洁 就是来自上帝 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圣洁的生活 这个就是立位祭的主题 然后第二个主题就是说 立位祭从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七章 记载的水平性的圣洁的水平性的圣洁 什么叫水平性的圣洁 就是指人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 这个圣洁的上帝面前 怎么样跟这个圣洁的上帝交流 沟通 沟通 交通 所以这个就是人怎样 跟神彼此的交流 所以这个是平性的 就是双向的 水平性就是我们直接向神 就是我们直接向神 只有我们 神直接跟我们说话这样罢了 就是直接从一方面来的 然后水平性就是双方面的 就是他记录了一些圣洁的方法 比如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 要怎么样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有罪 从亚当夏娃开始之后 我们都在犯罪 像我们犯了罪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自己洁净自己的 即使我们向神认罪 因为我们有罪 我们都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 也不能够直接跟神祷告 那个是在旧约的时候 今天当然我们可以跟神祷告 可以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死了 祂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人今天借着耶稣基督 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的罪能够直接得赦免 我们能够直接跟上帝沟通 但是在旧约的时候 他们是不能的 现在在这个立位纪 上帝就给了他们一个方法 怎么样能够洁净 就是说必须要透过祭司 代替他们杀一只羊 让那只羊顶替人所犯的罪 然后上帝把这个罪刑罚在这个动物身上 把这个惩罚降在这个动物的身上 然后上帝就可以赦免那个献祭的人了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神给他们的一个圣洁的方法 其实这一个能够赦免罪得到洁净的一个 这个方法 也就是以后耶稣基督要用的方式 也就是神预告 以后耶稣基督可以怎样代替人死 可以怎样洁净人的罪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献一次祭 那个动物就赦免了他们的罪 但是过后呢 他们再犯罪的话 他们还是要继续另外再献祭 才能够得到赦免 所以他们一次献祭 只有一次有效 不能够永远有效 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之后 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献祭定死 代替我们 顶替我们的罪 他一次献上自己 就永远有效 所以耶稣基督一次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 代替我们受罪的惩罚 就永远有效果 所以我们任何时候 只要我们犯了罪 我们不用另外再献祭 然后耶稣也不用另外再代替我们受死了 他一次死就永远有效 我们只要来到耶稣面前 向他认罪 请他赦免我们的罪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旧约跟新约的分别 旧约的这个献祭的方法 效果只有一次 可是新约耶稣代替我们钉死自驾 为我们舍命 献祭的这一个方式 却是一次永远有效 一次献上永远 献上永远有效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人 比旧约的人更好 我们今天就不需要每一次犯罪 就去杀一只羊 或者杀一只牛 或者杀一只动物 来向神献祭认罪 才能够得神赐免 那个现在我们不用了 因此我们今天 可以节省了很多的麻烦 得到上帝 预备了更美的 受罪的方式 第三方面 历位祭里面的圣洁方法 我们来看历位祭里面 它到底让我们知道 要怎样能够得到圣洁呢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首先我们看圣洁的概念 什么是圣洁呢 英文是Holy 但是今天呢 我们这些人 普通的人呢 我们就不圣洁 我们是Wordly 我们是世俗的 所以今天呢 圣洁的 这个神的恩典呢 加在我们这些世俗的人身上 就是一个洁净的 加一个不洁净的 这个 就是 就是把我们变成洁净 就不能够把我们变成圣洁 像神这样圣洁 但是我们可以变得洁净 所以这个洁净跟圣洁 还是有一些分别的 圣洁是非常纯洁的 就是只有神才是完全的圣洁 我们人是已经犯了罪 但是今天神的圣洁 帮助我们 在犯罪了的人 我们可以变成洁净了 因为以前我们犯了罪 我们是不洁净的 但是今天 因为圣洁的神 加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变成洁净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变成 好像神这样圣洁 我们只能够变成洁净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信了耶稣就变成天使 或者就变成神 很多人就有这样错误的观念 以为信了耶稣 他立刻成为圣洁 成为一个神圣洁的人 所以很多人就会要求 你们信了耶稣 要什么不可以做 什么都不可以做 什么都不可以做 要很圣洁的 但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不可能 变得好像神这样圣洁 我们也不能够要求 别的基督徒 今天好像 我们看到 这个人信主了 我们就 期望 这个人就变得 一点错都没有 完全的实权实美 完全的圣洁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有这样的观念 不要以为来到教会的人 每个都是神圣的 是神圣洁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 不可能看到有犯罪的人 其实不是的 在教会里面的人 每个都还是素的 因为我们只是能够成为 不解 不成为洁净的人 成为洁净的一个人罢了 但是我们不可能 变得完全的洁净 像上帝这样 没有这样 然后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圣洁的观念里面 首先我们看到 圣洁只有上帝罢了 就是一定要知道 只有神才是圣洁的 因为圣经很清楚 让我们 只有神本身是圣洁 我们在信了主的人 蒙上帝洁净的人 我们不可能变到 像上帝那样圣洁 只有以后到了天堂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变回像上帝那样 因为在天堂就没有罪了 我们才能够像上帝那样的圣洁 才能够像上帝那么完全 所以在另外一集里面 讲到的圣洁呢 其实是特别有指几个方面 这个圣洁呢 就是特别是指上帝的名 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名字 看得很神圣的 所以他们不能够随便直接 称呼上帝的名字 就好像今天呢 你在家里面 你这个做孩子的人呢 做儿女的人 不可以直接叫爸爸的名字 就好像说我的爸爸叫陆住叶 我不能够直接叫我爸爸叫陆住叶 我不能够这样叫他的 如果这样叫他就是得罪他了 所以这个他的名字 就是他的特别 所以上帝的名字 也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就称上帝的圣名 上帝的圣名 但是呢 我们就不能够直接称神的名字 就好像上帝的名字 今天我们知道是叫做 亚维或者是 耶和华 但是呢 当如果你直接面对上帝的时候 在就业 当那些人还有罪的时候 当他们还没有被洁净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直接 称上帝的名字 所以他们如果直接称上帝的名字 就是写到了上帝的名字 所以在立位记里面 上帝的圣名就是一个圣洁的名字 然后我们看到 另外呢 还有一个 只圣洁的就是 祭司长的份 就是在献祭里面呢 献一只牛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个有一只牛的腿 或者是羊的腿 是要特别给 那个祭司的这个部分 还有或者是那个 祭司的那个脂油 这是最肥最美的那个脂油 也是要给祭司 是要烧给神 但是给祭司的是一个腿 那个腿肉 所以那个是属于也是 不可以其他人不可以吃的 只有给祭司的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圣洁的一个部分 为神要直接跟祭司交流 要神要跟这个祭司 祭司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呢 为人献祭 所以他要吃的 也只是神特别分别为圣的 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 在立位记里面所有讲到的 当他们心种了一棵树 结的果子之后 从第四年开始 那个果子才能够算为圣洁 就是说第一年接的果子 不能够算为圣洁 第二年的也不能够算圣洁 通常呢 第一年第二年接的果子 第三年接的果子 开始接的时候果子不多的 而且呢也不太好 在那个时候呢 特别在旧约的时候 神不鼓励以色列人吃这些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果子 而第四年的果子呢 必须要先献给上帝 先献给上帝 然后他们第五年才可以吃那个树上的果子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 那些土地呢都很多 很多我们所谓的细菌 很多的细菌 所以刚刚借的果子呢 通常我们吃的果子 我们会觉得那个刚刚借的果子其实不甜的 是不甜的 所以上帝不要他们去吃那个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果子 然后呢那些果子通常也是比较吸收了比较多 那个泥土里面 有任何的细菌或者是任何的不好的东西都先在果子里面 所以那些地方呢也是古代的时候 这个迦南地是迦南人他们在那些地方很多是拜偶像的 所以那些地方呢都不是看 在他们看来都不圣洁 所以呢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果子也不算为圣洁 所以不要吃 先要第四年的才算圣洁 然后第四年的就要献给上帝 只有第五年的才可以吃 这个就是圣洁的意思 就是说那些果树呢 是上帝所洁净了的 然后第四方面圣洁的意思就是 在这个藏幕 我们知道神要摩西在西乃山上 会面的时候神在西乃山 就叫摩西下山之后要造一个会幕 而那个会幕呢 也称为藏幕 就是要敬拜神的地方 在那个会幕里面 上次我们已经有上过会幕的这个课题 我们知道会幕里面有一个圣所 然后有一个自圣所 自圣所里面就有月柜 然后月柜里面就有这个十节的石板 有亚伦发芽的杖 还有这个玛纳 然后那个月柜本身的盖上面呢 就是上帝的宝座来的 所以 然后在月柜里面这些东西 这些月柜啦 还有里面的器皿啦 还有在圣所里面的那些金灯台啦 祭坛啦 还有那个橙色柄座 这一些 然后烧献祭的那些碗啦 装祭物的那些碟子啦 或者那些器具 任何的器具 那些都是圣洁的 在圣殿里面 因为圣殿里面有上帝在那里 有上帝同在呢 就是会圣洁 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圣洁的 你触摸到圣洁的上帝 你就会变得圣洁啦 因为在旧约里面呢 整个圣殿呢 这个会幕 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 普通的以色列人不可以进的 所以那些有罪的以色列人 不能够进到里面 只有这个 祭司呢 他才可以进里面 而祭司要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呢 他们本身也先要 自洁 先自己洁净自己 然后呢 才能够进到这个圣洁里面 所以圣洁里面的 任何的用具 工具 器具呢 都是圣洁的 因为 会幕的自圣所里面 就是上帝的宝庄 任何东西 接触到上帝的这个洁净的东西呢 就会变成洁净 可能这个观念我们很难明白 但是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好像说 那个磁铁 磁铁本身是会有吸引力的 任何被磁铁吸做的东西呢 你再碰到那样东西 他也会去吸其他的铁的 你可以做这个试验的 比如说你现在拿着一个磁铁 然后你的汤匙黏在磁铁上面 然后你再拿另外一个铁的东西 再去碰那个汤匙 这个铁的东西也是会黏住那个汤匙的 因为这个汤匙就黏住那个磁铁 所以汤匙也变到有磁性了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上帝本身是圣洁的 任何靠近上帝东西也变成圣洁 然后你摸到那个圣洁的东西 你也变成圣洁 所以在就业里面 圣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然后第五方面我们再看 神历维记里面讲到圣洁也指 这些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 就是这些选民 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选民 他们也是神分别为圣的一群人 就是说从所有犯罪的族群里面 不同的族群里面 上帝拣选一群人 把他们变成圣洁 然后让他们能够得到洁净之后 能够敬拜神 他们怎样能够洁净呢 就是靠着献祭 他们就成为圣洁的子民 然后也能够影响 四周围跟他们接近的其他的族群 也能够透过这以色列人来 认识上帝也得到洁净 所以这个就是选民也是洁净的 然后呢 圣经里面 这个摩西五经也让我们看到 安息日也是一个洁净的日子 安息日也是一个洁净的日子 就是说 安息日就是一个分别为圣 放下一切世俗工作的 我们单单做神工 单单来到上帝面前的 一个圣节的日子 是上帝分别为圣的日子 所以是 这个圣节 如果我们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 就让我们看到 今天基督徒呢 我们也是圣节的 因为我们今天呢 是上帝所 洁净了的 是上帝洁净了的一个 子民 是借助耶稣的宝血 洁净了的 所以我们也是圣节的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 逐类是有君尊的 死是圣节的子民 所以我们就是圣节的 然后神拣选我们做什么呢 是要我们宣扬那 召我们出黑暗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就是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成为 选我们出来 让我们成为他的选民 让我们成为他的祭司 就是要我们扮演 就业的祭司的这个职份 这个身份 要我们也成为圣节 然后也吸引我们周围的人 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成为圣节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宣扬上帝的那个美德 宣扬上帝的美好 就好像你被磁铁吸了 你就有磁力 你有了这个磁力 你也能够吸引其他的人过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要有的这个圣节 也是被上帝拣选的 就好像旧约的这些祭司一样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方面 这个节径的就不是指圣节了 这个节径的 只是说我们被弄干净了 本来是误会的 但是因为碰见了神 我们就变成节径了 我们在神面前献祭了 我们就洁净了 或者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之后 我们就变成洁净 所以第一方面前面 那个是圣节 然后我们 借着这个圣节的神 我们就变成洁净的 我们本身就不是圣节的那一个 就好像神本身是磁铁 我们连在磁铁上面 我们也变成有磁性 但是我们本身不是那个磁铁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今天呢 洁净了的以色列人 或者是洁净的基督徒 我们本身呢 就不是那个圣节的神 虽然我们不是圣节的神 当然我们也不是不洁净 我们就是已经被洁净 在立位记里面 有讲到一些洁净的走兽 在这里 特别在立位记十一章 你们有机会 你们要上完课 你们自己要看一下 这个立位记十一章 里面就有讲到很多洁净的走兽 然后神因为要以色列人去过洁净的生活 所以神就要以色列人避免吃那些不洁净的动物 要吃的话就吃这些洁净的动物 所以第一种洁净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呢 就是A类的就是分体和挡血 分体是什么意思呢 分体的意思就是 就是动物的动物的脚 是有分开的那个体不是一片的 不是这样子一片黏着的 你们可以留意一下一些动物 好像那个 马它的整个体是黏着的是不是 它是黏在一起 怎样关系哦 恐怕是牛呢 它的体是分开的 然后导觉是什么意思呢 导觉的意思就是你把东西吃进肚子里面 然后又再吐出来 又再吐出来 晚上的时候又吐出来在嘴里面又慢慢再咬咬咬咬 如果你看牛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动物啊 牛他百天吃草 他吃了草之后 他到晚上的时候他 他又把他的那些吃进去的草 他没有直接吞进肚子的 他把这些草呢 藏在他的一个我们讲他的井的那一附近那边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躺在那边的时候 他又把那个草吐出来又再慢慢的咬咬咬 所以那个叫做导觉 所以有分体有导觉 就表示他是洁净的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个牛呢 就是其中一个分体 然后 有导觉的 他就是 洁净的一个动物 然后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猪 猪呢就不洁净 原因是什么 因为猪 他的脚虽然是有分开了 他的那个脚有分开 但是猪就没有导觉 就没有导觉 猪吃进去就没有 就没有再吐出来又再咬咬咬就没有这样子 所以他就属于不洁净的 然后第二种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动物是洁净的 你们看那边你就知道 神不让以色列人 吃那些不洁净的动物是要他们 能够 能够保持分别为圣的一种生活 也要他们不要受到玷污 然后这个洁净的动物呢 他们吃了也比较健康 因为好像牛来说 我们知道牛吃的是草 吃草的动物呢 人去吃也会比较健康一点 但是如果猪呢 他就不是单单吃草的动物了 猪呢是杂食的动物 他连死尸都可以吃的那个猪 所以是比较肮脏的 也很多病毒 带着很多病毒的 所以如果就业的时候 他们的卫生常识不强 也不懂得怎样保持健康 所以呢 如果他们煮东西的时候 也不一定煮到熟 很熟啊 因为他们都火不够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如果他们去吃那个猪的肉的话 他们容易感染到病毒 我们知道猪很容易带有病毒的 就好像以前马来西亚那个 利百病的时候 那些猪也是带了很多病毒 使到很多人死亡 然后第二种捷径的动物就是 有刺有灵的 有刺有灵的动物 就是 什么是有刺有灵呢 就好像鱼了 然后鱼是 鱼是 有那个 鱼刺的那个 然后有很多灵的 这些是捷径的动物 我们都是可以 适合吃 而且吃得很健康 但是有一些鱼 你们说 哎 有没有灵啊 我们也在吃 是的 如果一个人动了手术 可能一些老人家就会告诉他 一些鱼 他是不可以吃的 其实那些不可以吃的鱼 就是没有灵的那些鱼 滑滑的 比如说那个 扇鱼啦 或者是那个 扇鱼就是所谓的蛇鱼 或者是那些 唐色 泥丘 这些都是没有 灵的鱼啊 而这些呢 他们通常说是比较毒性的鱼 有毒的 毒性的 为什么是毒性呢 因为 他们吃的东西比较肮脏 这些没有灵的这些鱼 好像泥丘呢 吃泥咯 还有那个 蛇鱼 扇鱼呢 他吃 沟渠里面那些肮脏的东西的 所以这些没有吃 没有灵的动物呢 那些鱼呢 其实 是的 比较 如果动手术的话 他们说 那个手术比较容易发炎 然后第三种捷径的动物就是有翅膀有腿奔跳的动物 有翅膀 有腿会跳的 是什么动物呢 大家知道吗 可以跳的 好像鸡啦 鸟啦 有羽毛 有翅膀 会跳的 有腿可以跳的 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动物 然后我们在看到立位记里面有讲到不洁净的动物啊 也包括一些世俗的人 那些不洁净的 什么是 不洁净的呢 人来说如果暂时的不洁净 那些人暂时不洁净是 什么人会暂时不洁净呢 就是当这个人 就磨了死 死 尸体啊 如果一个人死了 他去磨那个尸体呢 就被 判断为不洁净 不洁净 在立位记里面就写了 他会不洁净多久啊 每一个 不洁净多久 会有写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立位记十一章那里 你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人呢 他们 触摸了死 死之后 他们不洁净多久呢 他们不洁净 到晚上 要 冲凉 要消毒 就是要消毒 要洗干净 就好像 今天我们 去的外面 我们摸了那些死的东西呢 其实 可能就有病毒在里面 我们就要回来冲凉 洗手 然后呢 病毒要经过可能 几个小时 到晚上 他才会 消除那个病毒 才会死掉 然后还有呢 一些犯大麻疯的人 他们也是 也是不洁净的 犯大麻疯的 或者犯漏症 漏症就是流血不止的一些 一些 人 一些妇女 流血不止的 等到他全疫了之后呢 他们就洁净 这些长大麻疯的人呢 在长大麻疯的时期 是完全不洁净的 他的麻疯好了之后 才能够完全洁净 然后呢 其实在古代啊 他们很多大麻疯 是不能够得到权益的 只是我们看到 耶稣就能够把那些 大麻疯 医治好 就能够洁净了 今天呢 如果我们 就好像今天有这个 COVID 这个 新冠病毒 我们 如果去接触了这些人 其实我们就是不洁净了 就是受到感染了 就有病毒在身上 我们就不洁净 所以我们 其实圣经里面就教导 我们要去冲凉啦 然后要 赶快去 洗澡 消毒 之后过了晚 到了晚上 才能够洁净 那些东西呢 物件 接触到这些病毒的 也是要经过几个小时之后 那病毒才会自动的死掉 所以跟圣经里面所描述的 其实是很相似的 这个这个情况 而圣经过去的时候 因为人没有这种知识 圣经就把它把它当成好像律法 这样写在里面 就当成是一种律法 所以今天你们如果好好的去看 立位记 你就可以知道怎样去避免被一些病毒的感染 或者是一些人生病的时候要怎样去 修养 要怎样照顾自己 其实立位记就好像是一本 卫生手册 让我们知道怎样捷径自己 怎样保护自己 怎样照顾好自己 这个就是一个 其实很有效的 很多人呢 在这个重Covid的期间或者 知道了 当这个病毒 流行了之后呢 蔓延了之后 那时人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 原来圣经早都已经讲了 圣经早都已经讲了 让我们知道要怎样去预防 怎样捷径 这些律法呢 全部都写 这些规条全部都写在立位记里面 所以立位记其实是跟一本 一本跟我们现代很有 关联而且很有作用的一本书来的 因此让大家听了今天的课之后 你们回去好好的先把这个立位记 来读一遍 你就会慢慢去发现 里面有一些东西 今天还是适合用的 而今天的人很多其实就在用着 就是因为 神把这个智慧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也看到 这个 在立位记里面还有讲到一些 一直都不会捷径的动物 然后一些情况 这个就是 在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捷径的动物刚好是相反的 刚好像反的 刚才我们说分体倒绝 是捷径 这边呢不分体不倒绝的 就是不捷径 然后那些要有刺有灵的 就是捷径 所以这边相反的就是无刺无灵的 就是不捷径的 然后没有翅膀 又没有腿崩跳的动物呢 也是不捷径的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看圣经里面 讲的这些不捷径的动物是什么 我们看到很多 人早期的时候 就讲这个新冠病毒是那个 蝙蝠 蝙蝠去传染的 也讲到是一些海鲜市场 那些鱼类那边传过来的 一些海鲜传染的 所以那个就是 也是有一个原因 因为这些不捷径的 譬如说蝙蝠 或者是那些 一些不捷径的鱼类 他真的就是会传染这些病毒的 当然到底这个新冠病毒 是不是真的从中国传出来 那个是还是 不是我们去决定的 因为这个很多人在争论 很多人在争论有两个版本 所以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版本了 但是我们知道 蝙蝠都是会传染病毒的 很多病毒都是由蝙蝠传染 然后还有我们看到 那些一些鱼 那些没有翅没有鳞的鱼也是会传染的 或者一些无翅膀无腿崩跳的动物 也是很会传染病毒的 你们看圣经里面 你们就知道可以避免这些 而华人呢 就有一个坏习惯是什么野生动物 什么东西都去吃 不管捷径不捷径都去吃 所以其实就很容易感染到病毒 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知识 我们可以不遵守 但是呢 结果后果自己要承担 自己受这种病毒影响 或者中到病毒 或者是被这些疾病所危害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去承担 然后我们从整个神救赎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看到 当一个人呢 有 就是不愿意 去洁净自己的时候 不愿意靠耶稣的宝血洁净自己 我们就是持续的不洁净的一个人 就是持续有罪的一个人 我们就得不到救恩了 我们是得不到救恩了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成为那个圣洁的人 因为我们没有靠去清净那位圣洁的主 我们没有去求他洁净我们 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持续不洁净 一个属血气的人 好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救赎死的意义 圣洁 属灵的人 就是什么是一个圣洁的人呢 就是指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都表示说我们像上帝那样圣洁 只是说我们能够拥有属于神的那个想法的人 能够懂得讨神喜悦的人 然后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想法都是跟神有关联的 这个叫做属灵的人 在创世纪30章22节那里 我们就看到那里说 神顾念拉节应允了他 神顾念拉节应允了他 顾念就是这一个字 Chakata Chakata就是说心里面有那个人 每天都纪念着他 而且是不断的学习他想他的样子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拉节就是一个每天想念神 祷告神 祈求神的一个人 所以上帝就垂听了他的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学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就好像旧约里面神透过这个祭司 代表那个圣洁的人 为什么旧约的祭司就代表圣洁呢 因为祭司他就是所做的所有东西 他做的东西都是跟神有关联 他要教导以色列人的也是关于神的话语 然后他们每天就在圣殿里面做神的工作 每天就想念着要怎样洁净自己 为这个是神对祭司的要求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些 神喜悦 神要我们做的是想神 所以想的事情 然后讨神的喜悦 做神喜悦的事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人 然后呢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去做一个属世的人 就好像保罗所讲的一个属世属血气的人 就是只是懂得追求肉体欢乐的人 每天想的是追求世界的情欲 想的是要世界的那些欢乐 或者是想取世界的东西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 我们求神教导我们 要怎样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 让我们成为一个 听从神话语 遵从神话语 遵行神话语的人 好我们来看要怎样变为圣洁呢 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怎样变为圣洁 首先呢就是 挨着就是靠近的意思 凡是在圣殿里面的都是洁净的 所以我们每天靠近神的话语 我们每天亲近神 我们也就圣洁了 然后第二方面 我们有来敬拜神 有献祭 我们也就是洁净的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有来做崇拜 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献祭 我们祈求神就是献祭了 向耶稣祷告就是献祭 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 我们就能够成为圣洁 第三方面就是靠着神的话语 我们怎样能够变得洁净呢 就是靠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去阅读神的话语 遵从神的话语 我们就能够成为圣洁的人 在立位记二十章第七节这里说 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以我们要自洁成圣 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神 我们就必须要向上帝 要靠近上帝 然后立位记二十章第八节说 你们要谨慎遵行我的利利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当我们亲近神 神就叫我们成圣 然后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 说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犹豫能坏的种子 乃是犹豫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话活泼长存的道 然后呢 亚福音十五章三节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所以圣经很清楚说 因为神的道 我们能够干净 然后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 十二章十四节 你们要追求以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所以我们要见到神 要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就要追求圣洁 最后呢 我们来看 今天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 整本立位记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怎样在上帝面前圣洁的生活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教导我们 怎样与圣洁的上帝沟通交通 所以就记录了圣洁的方法 我们就是靠着献祭来到上帝的面前 得到洁净 这个是在旧月 在新月今天我们是靠着向耶稣祷告 就得到洁净了 所以圣洁的意思呢 就是上帝和属于上帝的 就是上帝的名字是圣洁的 然后祭司长的那个份也是圣洁的 就是献祭给他的那一个部分 然后心中的树所借的果子 也是圣洁的要献给上帝 然后上墓里面和里面所有的器具都是圣洁的 最后呢 选民就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基督徒 以及安息日都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圣洁的一群人 我们的生活就要跟其他的人不同样 因为我们本身其实就是被神拣选出来 分别出来要成为圣洁的一群人 然后在圣经利维基里面我们也看到 洁净的动物就有分体倒却的 然后第二方面有有翅有灵的 这个游动的活物 还有第三就是有翅膀有腿崩跳的动物 而不洁净的就是指那些暂时的不洁净 不是长期不洁净 就是那些摸了尸体的人 或者是长大麻风的人 或者犯血漏的人 他们是不洁净 但是当他们得权益了之后 他们就洁净了 而那个持续不洁净的 那些动物呢 就是一直都不可能会洁净的 就是那些不分体不倒却 没有吃没有灵的那些游动的活物 没有翅膀没有腿崩跳的动物 然后还有那些属灵的人是指什么呢 就是属那些有神想法的人 亲近神的人 能够讨神喜悦的人 关注属灵事件的人 阅读神话语的人 所以这个是属灵的人 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方法得到洁净 必须要靠神自己的宝血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洁净的人 所以求耶稣基督的宝血 洁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洁净了之后 我们也就是一个洁净的人 我们也要去信周围的人来到神的面前 同时我们也要靠着 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 持续的求来到神的面前 敬拜神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暂时就理解一下 这个立位祭的整个大纲 我们下个礼拜呢 我们就会来认识立位祭里面的一些献祭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暂时到这里结束 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自己是那位圣洁的神 你自己把我们拣选 呼召我们从众人中间出来 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 神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愿意在生活上保持圣洁 也愿意帮助我们愿意透过亲近神 学习神的话语 做神自己要我们做的事情 思想神要我们想的得到持续的圣洁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 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 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圣洁 引人来到神面前成为圣洁的人的人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圣名求 Amen